這個濃稠薑汁是什麼我已經忘記了 只記得它的味道不錯但是賣相不好 蜂蜜在燕門被視為液態黃金 最高品質的蜂蜜一公斤可以賣到150塊美金 各位早安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好好的看一下生養這個城 昨天是禮拜五嘛大家都放假 現在早上八點市場開始熱鬧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站呢 就是去市場不是去Cut Market 而是蔬果市場 那你看我的素質又出動了 因為剛吃完早餐嘛對不對 刷個牙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這個裡面富含木糖醇 然後可以讓你就是預防蛀牙的概念 其實這樣子弄一弄 口齒還蠻清新的 這個東西我要多買幾根回去 一根可以買可以用20天啊 我可以用到卡達斯結尾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市場吧 就在這裡先把我的牙刷收起來 現在是開啟了 現在是開啟了 好 所以食物是全民地嗎 對 食物和食物是民地嗎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夜門的蘋果喔 它長得不太一樣對不對 我們熟悉的蘋果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它夜門蘋果呢 它卻比較長一點點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欸有蘋果的香味 嗯 你不想喝嗎 沒有 它是有一點比較酥 不是說酥 就是比較綿密的那種口感你知道嗎 它不是脆的 所以剛剛咬下去沒有卡的聲音 但是是甜的 是好吃的 It's good 對 如果你試這個味道 它完全不同 嗯哼 但是這是季節 季節 季節 不是全年 季節 OK OK 季節性的 還蠻好吃的 我來請JoMo問一下老闆 他這個一公斤怎麼算 JoMo剛剛幫我問了 一公斤的話就是 兩塊錢美金 太大顆了 這個濃稠薑汁是什麼 我已經忘記了 只記得它的味道不錯 但是賣相不好 好啦那在夜門呢很多東西都是第一次看到 好像這個是香水店 OK 那就是JoMo我們這樣經過一個轉角 就看到他在那邊調製香水 而且現場調製喔 你可以 試試看你想要的味道 然後他就幫你直接弄一瓶這樣子 OK我來問一下多少錢 那這個要買一瓶 那這個要買的 所以要多少錢 一瓶 多少錢 一瓶 少少的 一瓶 那還可以 那還可以 一瓶 一瓶 這可以 這可以 這 這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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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斤 OK 我會拿一瓶 我就買一瓶才15塊台幣而已 很便宜 而且是現場手工調製的 第一次在路邊看到這樣的香水攤販 50cc只要兩塊美金喔 我還沒吃過 我還沒吃過 還沒吃過 很漂亮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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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試試試看 我們又回到昨天的城堡的地區 就是那個Museum 前面是剛剛的香蕭市集 然後面很多人聚集的地方 就是Honey Market 因為呢 夜門的蜂蜜其實非常的有名 我那時候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時候 也有看到Product of Yemen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後面蠻多人在那邊聚集 他們試 你知道怎麼試嗎 直接枕筒拿起來蘸一卡 品質好的話我就買這樣子 每人都在那邊蘸 蠻帥的一個品嘗的方式 那直接就來看一下吧 那其實這邊它有直接在那裡 那其實這邊它有直接在那裡 今天賣那個蜂蜜 我們來 take a look 就是它是 喔 還蠻重的喔 它這個可能有一公斤多 然後這樣子的蜂蜜的話 要八十塊美金左右 兩千四百塊 那這邊很特別 因為全部出口到沙烏地阿拉伯嘛 大部分的 所以它這邊的價格 明碼標示都是以沙烏地的 Rails來做換算 所以一直在算錢的話 還蠻累的 然後這就是 這個是natural的蜂巢 就是野生的啦 沒什麼味道 但是就是蠻酷的 它有點像用便當盒這樣裝 對 你看 各式各樣不同的 好多喔 很酷 各式各樣不同的 對 很多 對 蜂蜜在燕門被視為液態黃金 最高品質的蜂蜜 一公斤可以賣到150塊美金 燕門的蜂蜜在阿拉伯世界 可以說是出了名的高品質 主要的客戶都是以海灣六國為主 而且這裡的都是用阿拉伯里阿爾的機架 以出口沙烏地阿拉伯為主 如果說 葉門的蜂蜜是全世界最貴 也不為過 產量少 質量高 就算放上五六年 味道也絲毫不減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品質最高的 葉門蜂蜜是怎麼樣 它沒有直接用手 但是那個老闆他一直自己在吃 然後我們的話 他會給我一個 Spoon 這個看起來很漂亮喔 這個顏色很漂亮 這個很漂亮 這個 跟我想像的蜂蜜不太一樣 它有點像麥芽糖 你看 對不對 它比較更濃稠囉 怎麼講 嗯 我堪吸的那種 我覺得它有加工耶 因為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跟台灣的蜂蜜不太一樣 因為我很少直接這樣吃蜂蜜 但是蠻帥的 後面有人一直對到他的臉 晶瑩剔透 這個多少錢 一千七百多塊 大概將近四百多塊美金 五公升 我是不會買的 我只是試吃看看 我找到一個好玩的東西 老闆剛剛丟給我這一罐 這罐它裡面是 堅果 然後再加上 芝麻 還有花生 然後泡在這個蜂蜜裡面 老闆說這是壯陽用的 可以增強你的男性功能 才一百二十塊 那麼大一罐應該可以吃很久 OK 謝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前兩部影片看下來 在夜門好像都沒有看到任何的女生對不對 我跟你說 因為其實 在這裡呢 男生女生他的權力槍差非常之大 女生呢 基本上 是不太能 也不是說不太能出門 就是他們出門一定要全身包緊緊 只露出眼睛 之後就穿著那個阿巴亞這樣子 就是有點像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感覺 然後女生是一定要這樣子 像我們昨天去那個阿巴亞她家的時候 年輕的女生是絕對不能讓外人看到的 所以那個感覺就是 那個權力真的相差之大 好 那我們吃完飯呢 又來到另外一個小村莊 這個村莊呢 他是依山而建的 Hajarim Hajarim 那這個小村莊呢 他其實歷史沒有比那個Shubham 剛剛我們去的那個古城 世界文化遺產還要久 可是呢 你會發現這邊的建築物更舊了一點 所以我剛剛直接問 這邊是不是比那個Shubham更古老 他說沒有 Shubham是最老的 那我們就是在這邊隨處晃晃走走 那這邊人口也比較少一點點 如果上一集 那個Shubham 如果上一集土樓看不過癮的話 這邊還有很多 而且他跟Shubham的感覺不太一樣 因為Shubham他就是在整個沙漠當中 突然 升級的一道 就是一整個建築區 但是他這邊呢 是依山而建 最後更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剛剛開上來的時候 那個石頭路真的是有夠難開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到 那個Hajarim的巷洞裡面 做探險了 No You want OK Yes Yes OK OK 然後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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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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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上山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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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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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